《孟婿安》 《孟婿安》 《孟婿安安》 《孟婿安安》 《孟婿安安安》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我就不去了 走吧 先生 先生一起吧 妈妈 我想让冯先生 同我们一起吃早饭 那就一块儿坐下吃吧 陈毛 再加双碗筷 是 谢谢太太 先生快坐吧 早 先生 早 吃完馄饨 谢谢 冯先生 小玉 冯先生 这是给您的花 真好看 也不知道是哪位少爷送来的 一定是 上次生日宴上 冯先生被哪位男士所倾心了 能送这么贵的玫瑰花 一看就不是什么一般的人士 是 小玉 我对花粉过敏 劳烦你帮我把她拿走吧 哦 也不知道是谁不识太具啊 来招招我们家先生 一个不重要的人罢了 孟婿安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竟然是她 冯先生都说了花粉过敏 把花扔了 是 谢谢小玉 好 大哥今天要出门吗 后天中心女书就考试了 你能不能开车 带我们和冯先生 一起去看看考场 我都能要和云池 去陪乔本家看房 你们若没事的话 就跟着我们一起去 等看完房 去那看看考场 那赶快吃 吃好了一道去 你们先吃吧 我等你们